是上海比利比利南篮在主场迎战深圳的比赛 两次球队前两场比赛各在主场取胜 打成估计杰利米帕哥今天也是憋着劲 抱上一场比赛一箭之仇 菲律特来了 2加1 动作非常非常的流畅 2加1 当人们把注意力注意到上很多的媒体 抱倒了菲律特是在场上第一个保持热身而进 好球 正面跟进不错 但是最后这下被盖了 能不能分出来 漂亮 快攻再下两分 菲律特打丢线 短的有点离谱 追身超远三分 这就是菲律特 小杰 可惜啊 三分球如果投进 这一防一攻要进5加了 漂亮 迅速打出转换 亚伯萨莱篮篮下 反击拿2分 盖下来 但是 深圳队前两篮板 二次进攻也没有打进 可惜 菲律特 偏移三分本归 想报仇 上海这边 肯定是能赢多少就赢多少 反击回来 又被空歇到篮下 深圳在这一次防守 交代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漏洞 在场上显得比较吃力 转身之后打板 哇 何再说 这球盘一下 天竟 航空而出 暴力出 造成刷伤 暴力出 终于 戴米安 他们将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本球保护下来不容易 反击 史雷克 哎呀 差一点 十九分九个篮板 甚至不能说完成任务 深圳队已经有一阵没得分了 史雷克再来三分终于进了 今天扶神的第二季三分 带领了上海队 往另一侧去转 缘分钟往里钻 先伸一手犯规了 现场观众高喊着MVP 确实弗雷特这个赛季 他已经是MVP了 外籍联赛MVP 在00-00的赛季停 三分线外一步 弗雷特三分球一镜穿心 上海队反超一分 两秒钟 抛头 剑压少 弗雷特呀真是大心脏 刘鹏知道狠狠地抓了抓 自己爱将的头发 这就是MVP应该做的事 当然 起得比较强硬 篮板球 关键的时候上海队保护好了后场篮板 而这个时候的犯规显得有点 直接送金帮大神上罚球线 赛季的罚球中率达到了92.7% 这一什么概念呢 如果放在NBA 这个数据是排在第一位 全场扩大的丁人 踏哥 运到了四层相识的位置 分出来 孟多调整 出手 分分球 扛开而出 没有了 全场比赛结束 上海比利比南岚在主场 五星五险的以95比92 再次战胜来访的深圳马可波罗队 他们连胜两个主场之后 将这个系列赛的比分 翻为了2比1 同时也拿到了赛点 下一场比赛将会回到深圳的主场去进行 好 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的直播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轮CBA的交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